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的僧人不吃肉食 印度的僧人他们不是生产 只允许向百姓托波起食 那你很难要求百姓施舍给你的食物 有肉没肉 而且在佛教看来 生命死亡以后已经开始下一次轮回了 剩下的肉体只是臭皮囊 没有什么特别含义 所以印度佛教认为吃肉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不是因为僧人要吃肉而引起杀生就行 具体的规定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动物宰杀的过程 僧人没有亲眼看到 动物的惨叫声 僧人没有听到 而这个动物也不是为了给僧人吃 而专门宰杀的 这个肉就叫三镜肉 是可以吃的 还有两种肉 一个是动物自然死亡的尸体 一个是被其他肉食动物吃剩的肉 再加上刚才所说的 没有亲眼看到的 没有听到它惨叫声的 也不是为我而杀的 这叫五镜肉 除了狮子等印度佛教认为 很尊贵的几种动物的肉不能吃以外 其余的三镜肉五镜肉是可以吃的 据说梁武帝消炎对这个戒律不满意 他专门写了佛学论文 他说按照轮回的理论 我们今天吃的肉 可能就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兄弟 师长朋友 我们互相吃对方的肉 引起互相的怨恨 这不是太恐怖了吗 梁武帝利用手中的权力 在全国推广这篇论文 他也就没跟别人商量自顾自的说 我要与众僧尼共同发誓 不再吃肉 否则当依王法质问 这种理论加大棒一起上的做法 使得不吃肉成为被中国佛教界广泛接受的借条 今天中国人把吃素当作佛教僧人最突出的一个标志 大家要知道 即便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佛教僧人不吃肉 其他地区的佛教徒大多可以吃肉 亚洲南部的南传上座部佛教 我们俗称的小城佛教 是从印度佛教传承而来 没有中国佛教的这些曲折是可以吃肉的 日本僧人不仅可以吃肉 还可以结婚生子 但是他不允许出家的男性和出家的女性结婚 其实日本佛教来自于中国 原本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不许吃肉 当然也更不允许结婚 但是在19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实行资本主义改革 国家政策是扶植本土的神道教 打压佛教 因此明治天皇颁布命令 允许僧人保留俗性 吃肉结婚生子 又禁止僧人起食 因为经济压力 僧人不得不世俗化 只有结婚生子 把寺庙当成家族产业来经营 才能生存下去 过了不久 日本又进入军国主义时代 民族情绪是非常高涨的 那么日本僧人也积极投入到社会运动中 进行慈善 援助军队等活动 相比之下 原本的清规戒律就不那么重要了 再后来又发生了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 又是美军占领 全面民主 这样一番折腾 日本又是在战争当中挣扎 又接受了西方的思潮 谁也顾不上复古 时间一久 日本僧人就保留了这种 吃肉结婚的习俗 回来再说梁武帝 我们说梁武帝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的虔诚信佛的帝王 他严格按照佛教的戒律要求自己 但我们不要忘记 萧衍被我们称为梁武帝 武是他的嗜好 是他死后后人对他一生做出的评价 说明萧衍一生武功显著 是靠战争和政变夺得的皇位 直接和间接死于他手的人同样不计其数 假如萧衍在登基之前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那他就不可能成为皇帝了 更引人注意的是 萧衍晚年被叛军围成 最后被活活饿死 萧衍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 未必全归因于信佛 但后世很多反对佛教的人 都拿他做例子来劝说帝王 说你看萧衍多信佛呀 结果不还是生死国魄吗 对于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帝王来说 萧衍的行为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国家在宗教上的支出 既不能变出税收又不能变出军队 早在梁武帝时代就有大臣上书 痛斥佛教的过度发展侵占太多的社会资源 李世民的首席参谋魏征写了一篇梁武帝赞 名为赞 实际上批评梁武帝光顾搞宗教仪式 忽视百姓吃穿 信奉实用主义的李世民自然深有同感 所以无论从道如佛的官方排序 还是从实用主义的政策上来说 佛教都不可能在李世民的政权内占有优势 我们之前讲过了 李世民刚进到玄奘的时候 把玄奘当作探险人才使用 完全不关心佛教和佛法 但是他在晚年却性情大变 不仅经常找玄奘聊天 还大修寺庙 李世民在刚掌权的时候 继续欺负限制佛教的政策 不仅多次下令审查境内僧侣的资质 还严格控制僧侣数量 要求僧侣出家前要先经过官方批准 批准的总数还有限 对于私自出家的直接处于死刑 而李世民晚年听从玄奘的劝告 一次就下令在全国度化了 一万八千多名僧侣 可以说在政策上 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李世民的确是被佛教 被玄奘征服了 这难道不是玄奘的巨大胜利吗 不算是 我们前面讲过 玄奘刚回国的时候 李世民正要东征高勾力 还邀请玄奘一同随行 这一仗并不顺利 占有军事优势的李世民 没能征服小国高勾力 这次失败的战争 严重打击了李世民的身心 三年以后 49岁的李世民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光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像一般的老人一样 开始不断回忆过去 从这一年起 李世民经常召见玄奘 在阴历九月的一次会面中 李世民直截了当地问玄奘 我想数功德 做什么最有效 如果把这话说直白一点 就是说 我想从佛那里讨一点好处 最物美价廉的做法是什么 玄奘说 那就是度化僧人 于是李世民立刻下令 在全国大规模度化僧人出家 第二个月 李世民又下令 让玄奘重新翻译 《金刚般若经》 这个命令也颇有功利性 这是因为在当时人们认为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拥有保护平安等神奇的能力 颂读抄写《金刚经》 是一种常见的祈福作法 唐朝还有人专门撰写了 《金刚般若经》 《金鸡验集》来收集灵验的事迹 在最后这一年的岁月里 李世民多次让玄奘陪伴 有几个月干脆让他直接住在皇宫里 在玄奘陪伴期间 李世民最关心的话题是因果报应 李世民刚继位的时候就写文章忏悔 自己曾经首刃尽千人 流露出害怕因果报应的心理 等到临近死亡的时候 李世民一方面希望能通过建造寺庙 度化僧人 诵读佛经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死后会遭受因果报应 李世民晚年对玄奘感叹 朕共诗相逢晚 不得广兴佛事 这对于佛教当然是好事 但主要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来不及求神拜佛 害怕死后受报应 在这段故事里 有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小细节 李世民晚年很愿意亲近玄奘 有时把玄奘叫进皇宫 专门给玄奘找了个宫殿住 以便每天都能和玄奘聊天 李世民去世前一个月 搬到首都南面的行宫礼住 太子李治和玄奘也跟着搬过来住 以便皇帝能随时谈话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恐怕再正常不过了 皇帝希望玄奘能陪同在左右 这当然是玄奘社会地位的证明 是那些想依国主的宗教人士 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帝国的第三任皇帝 李世民的儿子李治 也是如此恩宠玄奘的 玄奘出生的村子距离东都洛阳 只有大概35公里很近 玄奘55岁的时候 皇帝李治决定暂时从长安搬到洛阳 像他父亲一样 他也叫着玄奘陪同 玄奘跟着皇帝到了洛阳 这才有机会暂时请假返回老家 但也只请到了两三天的短假 玄奘离开老家的时间太久了 回到家乡 他到处打听过去的亲人 但大都沦丧将近 最后只找到了一位姐姐 两人潜迎相见悲喜 在姐姐的指引下 玄奘找到了自己父母的坟地 坟地因为多年无人照料 已经荒废了 玄奘想多在家乡停留几天 给父母重新下葬 但就是这么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他也不敢擅自决定 专门给皇帝写了一封 言辞非常谦卑的请假信 所赐三两日恐不周渣 望起天恩 听玄奘 藏势了还 扶起天父云回 屈怜孤情 儒家是帝国治国之本 孝道是礼教的大事 所以皇帝痛快地 批准了玄奘的请求 玄奘的老家 就在嵩山少林寺旁边 我曾经也去过 只有十几公里 玄奘刚从西域回来的时候 就跟李世民提出 要到嵩山少林寺易经 但李世民没有准许 这一次回到老家 玄奘感慨岁月流逝 于是给李志写了一封信 玄奘在信里说 自己少年的时候 为了求法游历了很多国家 行程遥远 身体劳累 近几年来身体越来越弱 恐怕没有几年好过了 这几句话写得极为凄惨 然后玄奘笔风一转 又把皇帝公为立番 以佛教传说中最伟大的帝王 转轮圣王来称呼皇帝 又拐着弯的说 这些年来我已经翻译了 六百卷经文 全是佛教的经典 玄奘用此奉报国恩 诚不能尽 虽然亦记万分之一也 意思是说 我做了这么多工作 也算对得起您了 最后玄奘说出自己的要求 想让皇帝准许自己 进嵩山少林寺终老 也没什么奢望 只不过是想 弃身片石之上 辟影一树之音 望起海谷 毕命山林 真可谓好话说尽 但理智不准 皇帝在回信的末尾 还用严厉的口气说 性急来言 误负臣情 翻译成白话是说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收到这封回信 玄奘乖乖的回到了皇帝身边 皇帝隔山差五的 找玄奘聊天 这似乎是无上荣耀 其实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治 只是把玄奘当成了聊天 解闷用的半尘 皇帝搬家想起玄奘来 他就必须乖乖跟着搬家 玄奘非常珍惜 易经的时间 从印度回国以后 专物翻译 雾气寸音 甚至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然而在玄奘去世前一年 他感叹说 向在京师 朱元千乱 岂有了时 他说呀 我的时间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俗事 给耽误了 表面上皇帝对高僧恭敬有加 玄奘去世的时候 李治大喊 振施国宝以 好像很痛苦 等玄奘作为一个身心俱疲的老人 可怜巴巴的申请告老还乡的时候 皇帝就恶狠狠地回答 误附陈请 以后别提了 我还想随时找你聊天呢 你怎么能想走就走呢 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等一的高僧 但宠幸他的皇帝们 并不关心佛教兴衰 也不在乎易经的优劣 他们只把高僧当成自己 千百万收藏品中的一个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玄奘回到长安后 挖掘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 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个法名叫 汴姬的年轻人 汴姬不到二十岁 极为聪明 李世民刚见到玄奘的时候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看他的西行游记 玄奘当然加倍重视 回到住处立刻着手撰写大唐西域记 他所挑选的首席助手 就是汴姬 然而这位汴姬却成了玄奘法师一生的心头之痛 汴姬居然是一个色情花和尚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呢 他又是怎么样欺骗隐瞒了玄奘呢 我是玉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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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雷作品